哈喽 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project呢 它叫做D-Clover 那D-Clover呢 它的整个占地是3.27个Akers 只有590间 那它的后面呢 directly就是facing的一个瀑布 然后呢 它也是最靠近10个Akers Park的entrance 所以今天呢 这整个D-Clover呢 它是属于一个mix development 它下面有三层楼的商店 而我个人最喜欢的部分呢 它是它的整个风格 它是跑着Coronia风格 所以another thing 当我们说它是mix development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会开始concern 诶 那它的那一个visital car park啊 commercial car park啊 怎么办 对不对 那for这个来说的话呢 visital car park commercial car park 跟residence car park呢 都是通通开的 facilities部分呢 你可以看得到它是podium facilities of course 有那种小孩子玩的部分啊 有游泳池啊 有gym啊 有我们的karaoke啊 还有还有就是sky vacillative在顶楼 so in future呢 当这整个都是建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上到顶楼去看整个 Damansara的city view 那除此之外呢 它本身的grand lobby呢 是located在后面的哦 也就是说呢 它不会飞行我们的entrance 不会飞行这一个大马路这样子 那这一个project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也就是它的中间这里呢 是可以透风的 就是open air的 so that's why呢 这整个building即使是你的retail啊 你的car park啊 它的采光和通风都会很好 那因为这整个development 它是比较靠山而立的嘛 那讲到山 很多人就会担心说 诶 万一如果有土崩啊 还是些什么样的天灾意外怎么办 so that's why在这里呢 发展上它们有做三个tier的 叫做slope protection strategy 也就是说呢 在上面呢 第一它们做的first tier是排水 ok 然后在它的tier 2这里呢 它其实有那一种 我们叫做netting system 安全网 prevent那个石头掉下来 还有的呢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rock nail tier 3呢 几乎它都有provide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buffer zone 也就是说如果石头真的掉下来了呢 它也不会直接冲击到我们的building 因为它有足够的space来buffer 那body cover来说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它这整个floor plan 只有一栋 这一边呢是那一个facilities的部分 然后后面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那一个10个acris的park 那今天呢它每层楼是14间 有6家里 floor呢它总共有4个layout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一个layout呢 是属于它的type b 1440square feet 那这个layout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 也就是它的elderly friendly unit 什么叫做elderly friendly unit呢 今天如果你进门很多时候在foil这一边 我们是一个drop嘛对不对 but for这个unit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run 也就是说呢今天如果老人家 那它们是坐着轮椅来说的话呢 都可以很方便的进出 那来到这个layout呢有没有觉得很阔 因为它这整个是14square feet 整个客厅呢这里是12车宽 那今天这个layout很flexible 因为它有不同的部分你是可以hack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更大来说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一面墙敲掉 那它的这一个呢是属于它的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旁边有一个utility space 这个utility space呢其实蛮阔 也就是说呢今天如果你要在这里做一个walk in wardrobe 都可以 那来到我们的master bedroom部分来说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它放的是一张queen size bed 那今天如果你要放一个king size够位置嘛 是绝对够位置的 那它这一边呢你可以做wardrope 如果你要leave it empty也ok 这个洗手间呢它是normal的 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到的就是这一种马桶啊 我们的这个洗手盆啊会有 那什么东西不会有呢 镜子没有water heater 没有 所以你需要买的是镜子啊 你要装灯啊买water heater 就ok了 Toss 一模一样 这个门大嘛 啊哦 因为今天这个洗手间呢 它就是cater for elderly friendly的洗手间 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呢 是一个50mm的一个ram 不是drop drop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高低 哦 所以这边是一个ram 就是一个斜坡 小斜坡这样子 进到来 一样马桶有洗手朋友 那这一个呢 它不是一个奇怪这样吐出来的脚的 它这里呢会到这一边而已 也就是说呢到钥匙的时候啦 你这一边是转 这一边是空的 ok so到时候呢 这边有一个shower ledge 老人家可以坐在这边 冲凉 ok 所以今天这个space呢 完全如果是on vill try 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呢 都很适合 那这一边呢 就是我们another master bedroom了哦 当然 master bedroom有自己的洗手间 那这一个呢 它就是一个drop 那今天这一边来讲的话呢 你会发现 诶 它整个master bedroom 几乎跟刚才那间呢 是一模一样的size 所以今天呢 你的爸爸妈妈想要选择睡这一间 还是睡那一间 都ok 除此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间房 这个unit呢 简直就是for extended family的 在这里呢 还有我们呢 这一个是算三房吧 这一间 它的size跟我们的二房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for整个unit来讲的话呢 很flexible 如果你觉得刚才那个master bedroom 太小对不对 这一个可以敲 你一敲 你整个master bedroom 就超级无敌大 so今天你这里要放 queen size bed king size bed 都ok 如果你这一边敲了之后呢 你可以想象 接近40吋的一个睡房 是多么的大 那如果你还在想着 要不要balcony咧 来我带你来看一看 它的balcony size 那for这个balcony 来说的话呢 它的宽是三侧 ok 也就是这样子 三侧宽 那它的厂来讲的话呢 是跟你的客厅一模一样size 是目前的 我们所看到12吋宽的客厅 然后kitchen的部分呢 of course也是balcony unit的 所以今天呢 你可以参考的是它的整个space 这样大 你要做island啊 你要做kitchen cabinet啊 都可以 那因为你记得刚才我讲说 这一边可以敲吗 对不对 今天如果你是喜欢大煮大草 你觉得我的kitchen要很大 我要做island 很大个island在这一边 然后我要做一个l shape的那个厨都可以 ok 这里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80宽 80宽的一个yard area 然后这里是of course不可以敲啦 那for decover这一个1400sqft的layout呢 其实它有很多面强是hackable的 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它整个厅其实很宽 它跟existing很多的condo来的不一样 那接下来呢 for这样子的layout呢 我个人觉得会真的是很适合那一种 extended family一起住 那so that你可以customize你的layout 那现在的年轻人呢 还是以你现在的这个年龄阶段 你会不会喜欢这么大的公寓 记得在下面comment和我们交流交流 我是Melissa 谢谢你的观看 记得like还有follow我 带你一起吃房看房买房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